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HandHandTV的虚拟世界 我是Tommy 今天我们终于要开始 手把手教你如何投资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投资存在着本金亏损的风险 以下我所说的并不构成投资建议 要知道每一个投资都存在风险 自己需要独立思考 和对自己的投资负起全部的责任 今天的影片会分成几个part 第一个part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投资加密货币 第二就是MEXC交易所的简介 第三就是注册的流程 第四KYC认真的方法和户口的安全性提升 第五如何购买USDT稳定币 好,我们开始吧 首先为什么我们需要投资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投资方案 例如是制压、现金、永续合约、币本位合约、双币直压、首购币、LaunchPack 还有很多很多的 每个方案都有它的利益币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一一的为大家讲解 在之前的视频我有强调过很多次 只建议你用生活上多余的钱去投资 就算亏掉也不会心疼的那一种钱 如果你用在生活上的钱去投资 无论风险高或低 这都算是赌博不是投资 就好像去买4D的钱一样啦 不容易中但你还是去买嘛对吗? 那多余的钱是放在银行做定存吗? 银行就只会给你1% 而且还要放上一年以上才有1%的 假设你有1000块 一年后才有10块钱 通货膨胀都已经6%了啦 放在银行里面只会贬值 假设你把一部分的钱放进加密货币里面 可能一年就可以去到100%甚至是更高的 我会在以后的影片讲解这些质量和它存在的风险 那好了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交易所 叫做M.E.X.C. Global 它成立于2018年 目前在全球70个国家拥有超过500万个用户 其中的国家就是包括 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 而他们也得到了当地的执照 并且受到当地的法律管辖下运行的 那马来西亚呢? 暂时M.E.X.C.加密货币平台 就没有好像其他的平台一样 被马来西亚说Ban了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用马币去交易加密货币的 等下会秀给你看 至于有人会问嘛 如果马来西亚法律并没有保障加密货币的投资 那么如果有什么东挂倒幅那就哦吼了的了 其实投资加密货币和投资外汇是一样的 到目前为止 马来西亚政府都没有明确的法律去管辖 但是还有很多人是在外汇市场投资啊 并且赚了很多钱 和投资美股也是一样 如果亏了并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你的 所以选一家有信誉的交易所是很重要的 早前在独拜举行的世界加密货币摩览会 M.E.X.C. Goldberg也得到了亚洲最佳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可践踏的实力雄厚 和得到很多加密货币用户的爱戴 好了那么我们要如何注册M.E.X.C.的账号呢 大家可以点击我影片下方的链接 就会去到这一个画面 左上角有个好像两座山的青色罗购 如果要换成中文 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 选择你要的语言和货币 然后点击注册 就会进入这一个页面 你可以选择用email注册啦 或者是用手机 注册都可以 我是用我的email来注册的 接着就是密码 你需要输入10到128个字母 里面需要有一个发写的字母 还有一个特殊符号 接着在下面再输入一次你的密码 然后点击验证码 这里就会挑出类似好像这一个图案 你需要依照顺序来点击这一些图案 确认它过后它就会发email去到你的邮箱里面 大家记得去查你的Jump垃圾邮箱 有时会被误认为垃圾邮箱 输入它给你的6个号码就可以了 下面这一个推广码 如果你是点击我的链接 这里会出现我的推广码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在这里输入我的推广码 那么我们两人都可以得到20U 点击我已阅读条款后 点击注册就可以了 你就会进到这一个页面 选择邮箱登录 输入你的email和密码 然后也会有这样的图案出现 依照顺序点击图案 这时它就会问你邮箱的验证码 去你的那个邮箱里面看看 并且输入它给那个密码就可以了 来到这一个页面 我们需要做KYC 也就是叫 Know Your Customer 也就是实名认证 认证全部交易所都是真人 并且一个人只可以注册一个户口 来到身份证这里 点击初级认证 然后点击去认证 不过在这之前 你需要scan你的身份证前面 然后把档案放在你的电脑里面备用 在这里选择你的国家 输入你的真实名称 记得需要是和你的身份证一样 这里就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 然后这里选择你的证件类型 你可以选择家招啦 身份证或者是护照来认证 然后这里就输入你的出生日期了 点击下面这里上传你的证件照片 然后点击提交审核 他就会弹出这个风险告知确认 强迫你看完8秒 然后才可以点击我已阅读 这样初级的认证就可以了 在等着批准时 我们可以来到这一个安全中心 去提高户口的安全性 他这里说户口存在风险高 是因为如果有任何的嗨客 知道你的密码 他就可以转走你的钱 所以就最好做几个安全措施 首先我们先做这一个 Google认证码 你需要在Play Store 或者是App Store里面下载 这个Google Authenticator 下载了过后 然后才点击这里设置 点击设置后 这里也会出现不同下载 Google Authenticator的链接 如果你是iPhone就选iOS 如果你是Android就选择Play Store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里它就会出现一个QR Code 你就用你的手机 开了Google Authenticator里面 选择Scan QR Code 你就会看到Mexe在你的Google Authenticator里面 这里的密码会每20秒换一次 点击下一步过后 由于你增加了Google Authenticator的认证 因此也是需要得到Email的认证码 来确认操作的人是你 所以你需要点击立刻获取 然后到你的Email里面看他给你的密码 然后输入邮件认证码 这时你会看到下面多一个Google认证码 当你填了你的Email认证码过后 你就检查你的Google Authenticator里面的密码是什么 如果你看到密码旁边那个时钟 已经是接近尾声了 那就等它出现新的密码 然后输入认证码在这里 点击绑定就可以了 做完Google认证码过后 我们来加我们的手机号码 这里点击验证 输入你的电话号码 然后输入立刻获取认证码 你就会收到MEXC寄来的SMS 输入那一个认证码 然后也需要在下面输入Google认证码 又需要去到你的Google Authenticator里面 然后输入当时的密码 点击绑定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个防钓鱼码 也就是你自己设置的一串字母或者符号 当你收到MEXC寄给你的email 有这一串字母的才是真正的email 当你设置完全部的认证过后 你这里就会显示账号风险低 并且变成青色 这里我们的初级认证已经通过了 这时我们来做高级认证 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一开始就做高级认证 如果可以大家可以留言给我知道了 点击高级认证就会进入这一个页面 这里和你说需要准备你的证件 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可以点击start 然后这里会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在你的手机上注册 第二个就是用你的电脑的webcam来拍照 第三就是用这个device来上传照片 device在这里是可以说是你电脑 也可以是手机的 就看看你点击认证时是用手机还是用电脑的 我这里是用电脑 所以我点击第二个 这里和你说你需要把你的证件放在中间 并且确保照片清晰 看回照片如果清晰就点击confirm 然后它就会要求你拍证件的后面 拍摄完毕后接下来就是人脸的识别 你需要根据它的指示 它将你在圈里面拍摄你就需要移动一点 有时它将你钱一点你就需要钱一点 这样所有的认证就完毕了 你就可以提交审核 这个高级审核有时是需要24小时 有时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些安全认证和户口 其实是都是为了你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不厌其烦的做完它 这样才可以确保你的资金的安全 因为接下来你需要通过P2P来购买加密货币 什么叫P2P呢? P2P就是叫P2P的意思 也就是你和其他的用户用你当地的法币购买加密货币 例如我们是马来西亚就是用马币去购买不同的加密货币 最常见的就是USDT也就是和美金挂钩的稳定币 那BTC就是比特币 ETH就是以太币 还有其他的加密货币 这里和大家介绍MEXC的界面 市场就是每一个加密货币的图表和走势 买币就是和其他的用户购买或者是出售你的加密货币 交易有分BB交易、杠杆交易和Push 我会在以后的影片会详细的讲解 好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的账号验证就已经通过了 这里教大家如何购买USDT 点击左上角买币 然后就会进入这一个页面 这里可以点击购买或者是出售 选择你要购买的加密货币 这里我们会选择USDT 而这里它会根据你的国家预设当地的法币 这里我们选择马来西亚Ringit Ringgit 在这里可以以令吉来为本位来计算 也可以以加密货币这一个栏杆输入 例如我要买200个USDT 这里会帮你们计算需要支付多少令吉 这里你要注意到吗 前三个单位虽然是比较低 但是这三个卖家的余额的USDT很少 不足够200个USDT 所以当我按意见购买时 它会自动选择符合你要购买的卖家 当然你也可以分开和前三名的卖家购买啦 但是由于我要得到首录金200USDT 就可以得到免费的合约增金 那什么是合约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一一讲解的 点击意见购买后 就会进入这一个页面 确认你需要支付的总额 点击购买USDT 就会来到这一个页面 这里有重复三次 转账时不要写任何的备注 记得哦 这里你会问 如果我们BANGER HOA 那个卖家不转加密货币给我 不是恶火了 其实不用担心 这一些卖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加密货币 只压在MEXC平台里面 你可以当MEXC平台就好像淘宝一样 如果买家没有收到任何的加密货币 他们的平台是可以直接挪用 他们只压在平台的加密货币给你 并且惩罚卖家 我已经经过很多之前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下方就是卖家的银行户口 有些卖家是有两个户口的 那你就选择哪一个比较方便你们的 把现金转的过去过后 才点击下面的那一个 我已完成付款的按钮 记得记得 需要是Instant Transfer 或者是Doic Now才可以 完成付款后 就点击下面的按钮 你的订单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容易呢 尽量就在平时的时间里面做转账 因为这样卖家也比较快 在release你的加密货币 那不要选半夜啦 人家也要睡觉了嘛 过了大概10分钟左右 你就会收到Mexe的notification 告诉你你的转账已经成功了 点击你的资金账户 这里会看到总资产折合 会看到200USDT 而你的法币账号也有200的USDT 但是你会问 为什么秀出来的是叫0.04个BTC呢 我明明是买了200USDT的 不用担心 因为每一个账户都是以BTC 作为单位来计算总资产的 但是如果你按进去每一个账户里面 就会看到在USDT那一行是有200的 这里我们就先点击上面的新手福利 如果你是跟着我的步骤 在这里三个任务就会出现完成 而你就可以点击立刻领取 在这里会出现一个Google Form 输入你的UID 那什么是UID呢 很简单的 只需要点击你的户口头像 然后点击个人中心 在这里你就会看到你的UID 点击一下就已经copy了 然后回到刚才的Google Form Paste进去就可以了 这里问你是否开通了合约账户 你其实并不需要转钱进去那个合约里面 你只需要点击衍生品 然后选择合约交易 看完了所有的指示 就已经算是开通了合约账户了 接下来问你是否是绑定了 回答是 初级实名认证 也回答是 是否入金大于200U 这里的U就是价值200美金的USDT 或者等值的货币 也回答是 点击Sumit就可以完成了 恭喜你你终于 开始了投资加密货币的第一步 下一个影片我会教你如何购买MX 也就是MEXC的平台币 去参加他们的免费空投 Kidstarter Launchback 手购币 和M-Day 新银抽奖 赢取新的加密货币 在下个视频里面会 一一的为您讲解 敬请期待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按like share 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Tommy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